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关于Certainability和Edge Computing 我们前一段做了一个项目是把 Keypler 是在CNCIF下面一个Certainability的开源项目 和Open Horizon Open Horizon 是在FEdge下面一个边缘计算的开源项目 我们做了一个集成的方案 能够在Risk 5和EGO的一个边缘设备上 来去实现边缘应用的自动化的部署 包括能耗的监控和管理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David 姚 姚勇 那么我一个月前跟彭惠还是IBM实验室的同事 然后我刚刚加入到Persistent System 我之前在IBM主要在负责IBM云平台的开发和运维 Persistent也是IBM全球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么我现在做的事情还是围绕着IBM Cloud 那我交给彭惠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和David 姚都是原来IBM的同事 现在我还在IBM 然后我主要是在做IBM主机上面的上云的工作 对云计算数据库还有一些AI方面的话有一些兴趣和研究 那么很高兴今天能够分享这个Syson给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彭惠 今天可能我会先很快去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包括OpenHorrorion这个开源的项目一些具体的内容 包括哪些能力 然后更重要的一些内容会交给彭惠 他会去谈一下Kepler这个Centability的开源项目 特别是我们如何把Kepler OpenHorrorion和Risk5 移构这些边缘的设备 well integrate在一起 来去实现这个边缘应用的自动化的部署 以及能耗的这个统一的一个监控和管理的平台 那我首先可能想先介绍一下 Gana的一些市场的数据 那边缘计算市场发展非常快 那这里面其实特别提到说 明年就会有超过一半的企业的管理的数据 那是在边缘端产生和处理的 而不是说我们可能 我原来以为可能大部分的数据 还是在云的数据中心里面 但其实不是了 超过一半的都会在边缘端去产生和处理 另外从 machine learning AI的这些计算里面 也会越来越多的去嵌入到这个边缘的场景里面来 那从2020年到30年的10年的时间里面 IoT设备的这个数量也会翻三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从整个cloud跟edge computing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尤其是在边缘计算这个领域里面 那同时其实边缘计算对于setibility 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 一方面是说很多大部分的边缘的设备 它本身是能耗相对比较低的 其实越来越多的边缘的应用和数据 它会去在边缘端去进行处理和运行 但大大降低了这个网络传输 包括在云数据中心里面的这个计算的消耗 所以其实边缘计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更经济的一个方式来去实现我们企业里面 包括可能政府里面希望达到的这个setibility这个目标 但同时随着这个边缘设备越来越多 包括云和边这种复杂的计算的这种场景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怎么去提供一个统一的 一个能耗的监控管理的平台 怎么去大大的降低这个运维的成本 其实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另一方面是说我们传统的很多边缘的方案里面 其实缺乏一个对于能耗的监控和管理的一个方案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需要去面对不同的这种 异构的边缘的设备 另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边缘的应用 运行在什么样的更优化地去运行在什么样的边缘设备里面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我们能够去利用 CAPLA跟OpenHoran的一些能力 所以一方面是说OpenHoran它其实通过一种基础策略的 更自主自动化的方式来去做这种边缘应用的部署 优化这种调度 另一方面CAPLA它其实可以做到能耗在边缘设备里面 更好的去监控预测以及管理 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边缘计算跟Sentability的开源项目 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来去解决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 那么同时其实我们也希望去利用到 CNCAPLA跟AlphaEdge更大的更广泛的一个生态 从而去适配不同的这种硬件的体系架构 包括不同类型的这种工作负载 包括云原生的工作负载 包括Agenitive这种边缘的工作负载 另外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特别去解决了Risk 5的一个支持的问题 那么一方面是说Risk 5本身它这种开放的架构 包括尤其是说在中国市场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次的CubeCon 其实在周六还会有一个Risk 5的Day 是在香港城市大学里面去举办的 另一方面Risk 5本身的Risk 5的架构的设计 它本身在能耗上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另外其实我们也希望是说 我们能够去利用中国市场 我们的方案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那一方面是说中国政府对于 Servibility 碳排放都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这一方面中国在整个边缘计算的市场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尤其是说在我们的制造业 在零售的行业 包括安防的一些行业 但前面提到Risk 5也是在中国 非常发展非常快的一个体系架构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去利用 Kapler OpenCoreas and Risk 5 来去把整个的一个边缘计算的场景 包括Servibility 能耗的这种监控 预设和管理的这种场景 能够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里面去 好 前面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那么后面我会花一些时间去介绍一下 里面的关键的一个组件 OpenCoreasin 缘计算的一个开源项目 那它目前是在FI 运力基金会下面 专门有一个缘计算的子基金会 它目前是处在 Stage 2 的一个阶段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 IBM 在 2020 年 宣献给运力基金会 那么在三年多的时间 它很快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 简单的来讲 OpenCoreasin 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 针对容器化的边缘应用的一个自动化的部署 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平台 那么它面对这种复杂的 边缘计算的这种环境 尤其是说不稳定的这些网络 提供更好的一个健壮性和安全性 这个图想强调是说 OpenCoreasin 一些主要的一个设计思想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模块和架构 那我这里面可能主要会谈一下 待会儿彭惠的演示里面 然后用到了一些关键的组件 简单来说 OpenCoreasin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运行在边缘设备端的agent 另一部分是ManagingHub 一个中心管理的一个节点 在这个中心管理节点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组件 待会儿彭惠演示里面也会涉及到 Extranger是用来做 提供了一系列的REST API的服务 包括边缘节点在ManagingHub里面的注册 包括服务的发布 包括它的一些状态的监控和查询 都通过这个模块来去做 那SwitchBot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边缘节点和ManagingHub 之间P2P的一个消息通讯的一个平台 另外它也提供了这个保证这个通讯之间的一些安全性 AgrimBot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 那所有的agent它实际上是会跟AgrimBot去做这种通讯 Open Korean它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是说一个基于声明的一个策略 Policy 比如说我的有些的边缘应用 我希望对边缘设备我是有物理上的一些要求的 我希望它运行在比如内存大约200兆的一个边缘的节点上面 那这个你可以去define一个policy 那么Nodeagent它会去跟AgrimBot去做这种communication去协商 那么你是不是满足这个policy 那如果你这个边缘节点满足内存大约200兆的话 那么这种类型的边缘的应用才会部署到符合这个条件的边缘节点上面去 所以什么样类型的边缘的应用去运行在什么样的边缘的环境里面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定义这些policy 来去通过agent跟AgrimBot之间的协商来去自动化的去完成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Open Korean跟一些传统的基于Cuber的这种边缘计算的方案不太一样的 因为Cuber可能更多还是从中心节点去push这个command到边缘的节点上面 Open Korean它最开始的设计之初 它实际上是考虑更多IoT这种边缘设备的情况 所以它更多是从边缘的节点去push这些request 这样从而保证在边缘节点本身这个边缘应用的应用 是相对更自主的一个运行的环境 尤其是说在一些很多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 网络断掉的情况下 那个边缘节点这些应用怎么能更自主地运行 而不用受到这个网络的影响 另外其实还有一些组件 像Model Manager它实际上是说 机器学习的一些模块我怎么自动化的不足到节点里面去 包括这些模块的更新同步 同时这个模块本身的运行实际上是更新时候 不影响边缘应用在边缘节点运行 所以这两个应用和模块 机器学习的模块是完全分割的 另外这里面还有叫FIDO FIDO Device OnBall 这个是Intel的一个开源项目 IBM也跟他们在合作 实际上提供了你的边缘的设备自动化的去注册和上线 Secret Manager来去负责这个Secret的这些管理 这个实际上是OpenCram在现在一些垂直行业的一些应用 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这里放了这三个案例在里面 第一个是IBM跟波斯登动力合作的这个机器狗 那么它实际上是做在一些工厂里面 做这种智能的这个巡检 另外第二个是五月花的自动驾驶船 这个是法国的一个海洋探测的一个机构 跟IBM和一些合作伙伴 打造了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探测船 那它里面也用到IBM Edge Application Manager 实际上是基于OpenCram 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版本 另外在智慧农业上 IBM和这个包括国外的一些大学 飞行离境的机构 还有基金会下面其实有一个智慧农业 Agriculture的一个Stack的一个子基金会 那么也有一些合作去做智慧农业的一些方案在里面 所以这三个方案其实有很多链接 那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一些案例的介绍 那我这里就不特别详细讲了 回头这个片子大家也可以去拿到 行 那我这边后面更重要的内容交给彭惠这边 谢谢戴威德 其实戴威德给我们已经介绍得很清楚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架构我们的解决方法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我们有一个集成就是通过我们的OpenHorise和我们的这个Cepler 那么Cepler的话是一个CNCF的一个浮化的项目 那么Cepler的话我们去年的5月17号的话作为Sandbox加入CNCF 那么我本人的话也是Cepler的那个Maintener 那么同时的话也在阿巴奇的这个CochDB做Commeter 所以这开源这边的话那么大家多多和我们交流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有58位这个Maintener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有1.1个这个Star 1.1K个Star 那么Cepler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取了一个谐音 这个我们叫做Kubernetes Based Efficient Power Level Exporter 那么这个里头叫的有点拗口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想提供细利度的这个能耗的估算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包括容器级别 进程级别 包括VM级别 那么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整个我们Coop那次的这些细利度的这些这个运维的单元 都能够有一些能耗的这些指标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实际上Cepler是基于多个这个研究机构和这个工业界的这个经验 来集成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我们的开源项目 那么主要是通过IBM Red Hat Inter还有很多厂商 那么大家的这些同事们一起合作来去做的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能提供这个能耗的这个估算和这个预测 那么在这里头为啥说估算呢 因为有一些的话我们是通过那个Meter能够采集到的 但有一些的话我们是需要估算出来的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设计的时候主要是采用在这个EBPF的这个技术 来提供这个Kernel的一些Counter 然后结合我们的全局的一些能耗来进行细分 来产生这个不同级别的这个能耗 那么同样的话我们能够支持不同的这个厂商的这个硬件 比如说我们支持这个ARM的英特尔的X86的 然后S390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提供的解决方案的RiskFile 那么采用的比如说我们英特尔的RPL 包括Navida的这个GPU 然后还有这个通用的ACPI的这些Power 还有Redfish还有IPMI那么这些 那么Kernel的这个架构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也比较清晰 在这里头的话实际上我们会采集两组这个数据 一个是通过EPF来采集这些Counter 另外一部分是说我刚才讲到了这种不同的数据源的这些数据 来提供这个整体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了两组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进行这个能耗的这个估算 那么估算的话我们会有一些AI的模型 那么通过这些AI模型来指导我们到底按什么样的比例 来把整个这个机器能耗分拆给不同的容器和不同的进程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蛮复杂的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动态能耗有一些静态能耗 然后他们的这个模型也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这个Model Server这边也做了很多的Train的工作 那么最终的话它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出我们的这些能耗 比如POD level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container level的 包括整个机器的这个level的 最终的话我们会以普罗米歇斯兼容的模式 吐出给这个普罗米歇斯或者普罗米歇斯兼容的这些 这个consumer 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个Kepler还提供了Graphana的这个template 来那个支持通过Graphana来展现出这些能耗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有一些这个模型 在这里头的话我们可以支持这种online的training和offline的training 因为有一些的话它实际上这个模型比较这个固定 那我们可以采用offline的training的形式 将这个model的data然后复制给这个Kepler Kepler用这个进行估算就好了 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能耗变化比较复杂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些online的一些training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这个整个的这个training过程 包括这个road data的这个preparation 包括数据的extraction 包括isolation 包括nominalization和training 这个整个的过程的话 都是通过我们model server来去完成的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就Kepler 就会运行在这个容器里头的话 能够提供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能耗的这些估算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 在不同的这个体系结构上面的话 体系架构上面的话都是支持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个边缘设备上面 来提供这个能耗的这个估算 所以说我们正好可以利用Kepler这个 跨平台这个EGO的这个支持的能力 来采集不同的边缘设备上面的这个能耗 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有一个这样的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的去对边缘设备 进行有效的监控和优化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就正好可以使用我们 Kepler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开源的项目 来对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边缘设备进行能耗的这个 这个监控 那么同样的话通过这些实时的估算的话 能够进行预测来同时来进行调油 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边缘设备 那么这些边缘设备怎么使用这个Kepler呢 那么就恰恰是David刚才给我们讲到了 用OpenHorasy来进行管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 结层的解决方案来通过这个OpenHorasy 来统一的管理边缘设备上面的这些Kepler 来有效地去部署和维护整个这个Kepler 然后将Kepler产生的这些数据的话 再汇总到我们的这个中央的这个管理的Hub 那么这样的话来进行统一的这个油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从体系结构上面的话 我们大概画了一下的话 那么中央的话我们有一个Managing的Hub 那么这个是一个OpenHorasy的一个组件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边缘设备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些Hlayer和Hdevice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每一个device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加装这个H的Agent 然后在这里头的话 它来拉取这个Kepler的镜像 然后同样的在这个边缘设备上面来进行跑 我们这个Kepler 那么这个Kepler的话我们可以有X86的 也可以有ARM的有S390的 S390就是因为我们现在IBM的主机的一种体系结构 那么今天我们也讲到了RiskFile 那么在RiskFile上面的话 因为我们采用的一种方案是将RiskFile的这个能耗 吐到一个我们的这个EdgeNode上面头 而Originode上面的这个Kepler来进行能耗的这个估算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实际上OpenHorasy它的部署的话 实际上刚才David跟我们讲了一些主件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有很多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比如说ManagerHub 包括Agreement的Board 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提供的一些Exchange API 来去进行Agreement的这些交互 然后同样的包括一些这个容器的一些 这个1米制的一些管理 包括我们现在EdgeNode上面的话 有一些Agent的 那么这个里头的话 我们实验环境上面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那么大家看到这些组件来说 是不是感觉是非常复杂 那么实际上部署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提供了一个比较一键式的这种脚本 那么这个脚本的话我们之前把它配好 这个目前这个Ubuntu上面的话 是很这个丝滑的是部署这个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他做了很多事情 当你部署 就一会儿我们可以看透演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么他就最终他给我们一个Summary 他会帮我们部署出这个 比如说Weshenge Management Hub Service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Agreement Board CSS包括一些数据库 包括Echange什么 同样也产生了很多这个Credential 那么同样的话 他还在部署了一些样例 那么这些Sample的话 也可以作为这个Agent里头的一些Application 同样的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参考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参考 来部署我们自己定制化的一些这个Application 来部署到Agent Node里头来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那么如果要大家用这个应用来进行部署的时候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呢 实际上会有这些这个Container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最主要的是Agreement Board 还有我们的这个Exchange API 然后有一些辅助的数据库 还有FDO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是服务器端 那么客户端这边呢 那部署起来也会比较简单 那么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说 我们需要设置一些Credential 要不然他不知道该跟哪个Management Hub进行通讯了 那么他也需要一些Credential来指定他 所以在这里头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哪个Organization 然后它的相应的这个Token是什么 以及相应的这个连Exchange的API 或者是连Agreement Board的API 那么这些 那么客户端这边的话也很简单 就是来装这个Agent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Agent 来去装上Agent 同样的话我们可以去 我们Publish出来一个我们的一个Application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默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拿默认的这个Hello World 来进行这个实验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实验当中 因为我们要管理Kepler 所以在这个里头过程当中的话 我会在我们的这个Management Node上面去的话 创建一个Service 那么这个Service就是Kepler 那么我们通过New Service的这个命令的话 就会创建出这些文件来 那么这些文件来到这个里头的话 它就会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文件 来Publish我们这个Kepler的Service 到这个我们的Exchange里头来 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Image的话就被这个Open Horizon来进行管理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这个客户端这边 Agent这边的话 会把这个Image从这边铺下来 去跑在我们的Edge Node里头来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的去部署和更改我们的这些Image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 多种力度来进行管理我们的这些Application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这个Python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这个Management Node上面 Publish出来这些Python 那么这些Python的话 相当于是说 我使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去部署我们这些Application 到客户端这边来 那么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1米值 我的这个 刚才戴维德讲到的是说 我们什么样的内存大小的 什么样的体系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Agreement List来去看一下 我们有多少Agreement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试图可以跑一下 然后在这里头Publish完之后的话 在客户端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的话就用刚才的命令的话 去我们的去部署这个Agreement的这个Python 那么这样的话 客户端这边的话 不需要去装任何的这个额外的这个 手工装额外的工具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客户端这边的话 就会自动的启动 我们的这些Cabular的这个1米值 那么这样的话 形成一些Container来监控我们这个系统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Agreement 它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最终的话 我们形成的结果是说 我们每一个这个边设备 每一种这个边设备的话 都会有Cabular部署到上面去 然后统一的话它会汇重到我们这个ManagerHub当中来 那么刚才讲到了 我们是有这个RiskFile的实践 那么正好的话 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个板子 我书包呢 不好意思 我书包呢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板子上面做了实验 这个板子就是那个哪吒的这个一个RiskFile的一个板子 那这个 就是我做实验的时候给大家照的照片 这个 这个板子的话 我们烧了一个那个FIDER的一个超出系统 然后这个超出系统的话就可以去提取这些能耗的这个数据 那么在这个里头的话 哪吒的话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AWOL 它来定制化的一个全站的这个D1H芯片的一个支持AIOT AIOT就是AI和IOT的一个新这个一个开发板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全世界我们支持就是64位RiskFile指令集和LintX1系统的一个量产的一个开发板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亚马逊上有售啊 那个大概是将近200刀 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可以不同的烧不同的这个超出系统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可以有这个有不同的boot 那么通过这个boot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在这块里头烧的这个是一个FIDER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出系统 那么在这个里头大家可以这个有点不太清晰 这个就是我们进到这个超出系统里头去可以看到 这个板子里头的一些就跟Linux很近的相似的一些这个命令 当然这个里头因为有一些是FIDER的一个那个在RiskFile的一个超出系统 所以它的有这些源可能需要大家手工来去找到 然后所以在这块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瓶颈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的话吐到 就是从这个板子吐到了我们的这个Capler楼去 通过Capler的话就会展现出这个板子里头它的这个能耗的这个数据 那么我先停到这里头 我给大家收一下这个demo 我给大家快一点啊 我就是五倍的 这个左边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的就是manager hub这个管理节点 在这里头的话我刚才讲到了我需要先设一些这个环境变量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会直接运行那个脚本 那个脚本的话它就会帮助我们来去装这个open holidays里头的那些service 包括这个manager hub agreement 它还包括一些exchange 然后装一些数据库这些 然后这些装好了之后的话它还会串着一些credential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客户端这边 age node这边的话它就可以连过来了 那么在这边的话右边实际上是我们的客户端 客户端这边的话我用的是这个FIDER 这左边是五方图 这个这边就当做age node age node这边的话 那么你看这边已经快做完了 快做完了之后的话 那么它就会打印出来一些这个credential 大家需要把它保留出来 那么保留出来之后的话 那么有一些的话就可以给这个 就是age node这边来去进行使用 因为它需要连到左边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会需要 在左边的话部署kepler 那么在这边的话我就new一个service 然后接下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先pull出来把这个service把这个image pull到我这个management node上面去 然后我再把它进行一个发布 发布到这个openhorizon的exchange里头来 然后这个发布的过程的话实际上在这里头的话就用一个service 然后去把它进行这个发布 你看这个也是已经上传上去了 那么这个过程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python 那么把这个python的话就注注到这个openhorizon里头去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么大家可以offline看这个video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就会 可以看出来在这里头 我们测试了这个openhorizon 哪个openhorizon 那么它自动的会从左边把这个image拉下来 然后同样的把它启动起来 那么从这里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log里头的话 就把这个kepler给部署起来了 那么这个过程有点快 然后我再接下来再说几页 还有几分钟了 一分钟 好吧 那这些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call fall吧 因为刚才看到了我们是有kepler这个社区 还有这个openhorizon社区 所以这块有链接 那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社区的一些动态 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进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tag 就是technology的adversarygroup 咨询小组 那么这次咨询小组是关于这个CNCF可持续计算的 那么这里头的话有很多有热情的同事来去帮着推动 那么这里头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入 一个是通过这个加入我们的slack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这个每两周的 就是每隔一周的一个周二的一个meeting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加入进来 然后再有一个是大家可以从github上面 那个提交issue来加入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的话也进行了 就是一段时间了 在这里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Red Hat的这个办公室 和这个上海的这个Inter的这个办公室 我们就搞过这个cassibility的week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今年我们还继续地打算这样做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我们整个的这个Live的这个session的话 也得到了很大的关注 大概四千多位同事就是观众在线收看了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 好 那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你好 我看那个kepler 它是监控碳排放吗 对 那它监控的都是哪些对象 就是CPU 还有什么内存还是什么service吗 还是监控什么监控的硬件吗 对 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个kepler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个物理设备进行监控 那么这个不同的这个物理设备的话 它可能它的监控的component不一样 但是比如说CPU 内存 Disk 包括网络 包括其他的GPU 那么这些的话都是它的这个能耗的监控的对象 然后那么有的时候 它是每一个这个模块的话 它都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比例 但是有的时候它是汇总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讲的Modelsower 为什么这么复杂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需要看 到底这个memory它占了多少 比如说一G的话 我们是零点多少这个Jar 或者是那个CPU是多少的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这个 它的这个能耗贡献者 来去分拆这个我们的这个能耗 好 谢谢 谢谢 好 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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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